大魔王周琪已经宣布绝对不回CBA 非常强硬的跟他们硬钢死磕到底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周琪来说最好的下家究竟是哪 实际上一个非常残酷的数据 现在就摆在了周琪的面前 他想要去的球队很可能是一个NBA球队 而最适合周琪的NBA争冠强队就是勇士 但是周琪恐怕要和伊格达拉去争夺一个勇士的席位了 之前勇士的总经理鲍伯·梅尔斯也已经承诺 球队将会以14人的阵容开启新赛季 勇士14人名单这很正常 留一个名额赛季中期等于有实力的争冠老教 被买断之后再来底心简陋 这是所有争冠球队的一贯操作 而勇士现在的名单里已经有了13加2的一个阵容 如果说剩下的一个名额留给伊格达拉的话 周琪又没洗了 所以周琪要和伊格达拉去PK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勇士的阵容 现在他们的13人保障合同名单如下 库里 克莱汤姆森 追梦格林 鲁尼 再加上普尔 另外还有怀斯曼 库明加穆迪 还有两个小鲍德温和罗林斯 这10个是勇士自己选自己培养 没有换过其他队的顶尖新秀 全让勇士自己选起来 自己培养起来 另外三个外来者 一威金斯 一个迪文层左 一个杰迈克尔格林 这就是13份保障合同的由来 一个球队15份合同 那你现在勇士签了13个人 他们准备以14人名单开启新赛季 留下一个名额赛季中期 保留灵活性 那最后这一个名额就是周琪PK要去抢的这个名额了 而这个名额呢 他最大的对手现在是伊格达拉 伊格达拉还没有宣布他要不要回来 但是周琪要争的肯定是这个名额 某种程度上周琪和伊格也会有一个竞争 当然如果说伊格达拉想回来 周琪的机会确实会非常的渺茫 但是无论如何 这次PK如果周琪有机会赢 那么周琪是可以去勇士的 要是伊格不回来 勇士13人名单还必将会再补一个人 这个位置就是周琪需要去争取的一个位置 勇士的双向合同呢 其实也已经签满了 但是如果周琪真的想争惯 你能去的球队就是勇士和快船 快船现在看起来对于周琪的兴趣并不是很高 反倒是勇士 勇士这个球队缺出色的中锋了 现在就一个鲁尼 怀斯曼玛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其他的靠谱中锋就全没了 也正是因此 勇士队有可能给周琪留出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说周琪想去的话 那么对周琪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当然得看勇士要不要他 但是其实勇士队是缺这么一个护匡型中锋的 之前很多人都在构思的说戈贝尔要去勇士 到底怎么样 其实戈贝尔去勇士可能效果也会不错 你追梦格林完全不会投篮 在勇士不是一样能打吗 那为什么戈贝尔不能去呢 所以周琪现在的这个护匡能力就绝对不会逊色于戈贝尔 他的其他方面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说纯从防守护匡这一点 周琪不比戈贝尔差 如果勇士能够底心减下这么一个第一配戈贝尔周琪 让他加入到球队成为第14人 那么到时候勇士的内线防守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而他们的外线本来就是联盟最强的 所以希望大魔王周琪赶紧空降勇士 既然决定要和CBA此刻到底 直接是无视国内这些俱乐部 国内这些不合理规则的一个家破 那么勇士队可能还真的是他最好的下架